美国总统大选10月22号进行第二次辩论会 川普总统在辩论会中提出质疑 这些电邮和里面谈到的这些钱 拜登和他的家人需要向美国民众解释清楚 拜登断然否认拿钱 但却拿不出证据反驳 而就在辩论会前夕 韩特拜登的前合伙人波布林斯基发表声明 正是之前爆料出来的电邮都是真的 并指出拜登声称 从来没有涉入儿子海外生意往来是撒谎 波布林斯基强调 他是中国华信人员总裁叶浅明 与拜登家族的合作企业 Sinohawk Holding控股公司的首席执行长 他是被韩特拜登找来当首席执行长的 他还说 纽约邮报揭露2017年5月13号的邮件 他就是收件人之一 信中提到的大人物 那位拿了中共企业10%的股份的人 就是周拜登 这个波布林斯基他的声明可以说再次证实了两个重要的事实 第一 拜登就是整个家族贪腐的主谋兼执行人 亨特只不过是他的代理人和白手套 第二 拜登和中共军方情报机构有勾兑 被抓入狱的那个华信高管何志平 当初曾经拨打这个拜登弟弟的求救电话 他其实并没有打错人 他就是直接要让拜登出面来发挥他的影响力帮助自己的 同一天 福斯新闻又爆料一封2017年5月15号的电邮 邮件的主题是 第一阶段国内联系人计划 邮件正文列出多名民主党高官 其中包括副总统候选员贺锦利 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古墨 纽约市市长白思豪等一大批民主党高层人物 我们从这批全部都是民主党大脑的名单中 我们可以看出 这是一个需要动用诸多高层关系的计划 或者说这也是一个拓展美国政坛高层关系网的一个计划 从表面上看 拜登家族位于这张关系网的中央 但是实际上在拜登这只螳螂的背后 蹲着中共这只巨大的黄雀 所以就我个人的判断 无论这个计划的表面上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商业合作的计划 都改变不了它真正的本质 就是这就是一张中共在美国民主党高层中 大面积的进行渗透收买与操控的路线图 伯伯林斯基在声明中说 中共与他们成立合资公司Sino Hawk 并不在乎财务健康与回报率 中共只是将Sino Hawk用以影响美国政治 不仅仅是民主党 美国的企业界 美国的政界 在过去的20年里面 它和中共的不同的阶层走得都非常的近 那跟中共的政商两界 尤其关系非常紧密 伯伯林斯基他爆出来的热料 他会引起美国的政界和美国的智库 还有美国的民间 进一步的去重新反省 他过去20年的对华政策 不自新闻爆料的这封邮件 与上周纽约邮报爆料的韩特笔记本电脑无关 新唐记者长春 黄亦美 周天采访报道